這邊注意,游標放這邊一下 然後按Z到A 也就是所謂Z到A,意思就是說 怎麼樣 把大的放上面 小的放下面 所以你會把游標放這邊 然後Z到A 有沒有,606、604 以此類推 那Z到A會怎麼樣 小的在上面 有沒有 大的在下面 OK,應該懂那意思吧 資料裡面的這個排序 不過很麻煩你必須還要再把那個 最後加了排名之後 還要再把這個 號碼重新再排A到Z 有沒有 可是這樣子 這是方法一的 不過這個方法我覺得沒有特別好 我們讓方法二 把排名再刪掉 OK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用函數 函數怎麼做 第一個 插入一個函數 函數裡面找到一個就是 RANK RANK 那這個RANK我印象中 應該是放在統計裡面 它是放在R裡面 RANK 統計 這邊就是統計 裡面的RANK 那裡面有很多個 請你選擇RANK.EQ 這個 OK 然後它做什麼呢 在這個裡面幫你找到一個哪一個數字 哪一個就是排名的部分 哪一個就是排名的部分 用那個RANK EQ這個按確定 第一個它問你說 你的 幾個 等一下 按錯了 取消一下 再 往下找 直接打一個R就可以了 R 這個按確定 按確定 選它按確定 好 LUMBER指的是 它的 它的那個合計之後的機率 R E F 指的是什麼 全部的人 所以選 D 2 再往下拖拉 把整個全部的 它的成績 在全部的人裡面 排第幾個 各位可以看到 26 那這邊Order 0或省略 表示第真 那我們是第真還第幾 應該是 機率應該越來越多 越來越少 排名 應該是 高的在上面 低的在下面 那應該是越來越少 所以是遞減 所以你輸入0 或輸入省略 都可以 輸入0 按確定 那特別注意往下填滿 不過特別注意往下填滿會有錯誤 你會發現 好像不對 第一名的好幾個 為什麼 因為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我原來指的第2 一直到第3的這個範圍 如果你向下填滿 他的號碼會增加 他的號碼會增加 D2變D44 有沒有 所以記得怎麼樣 把D2到D43 按F4 如果你沒有按F4的話 他會 排名就有問題了 因為他會自動整好打勾 再向下填滿 好 放開 第1名 有沒有發現 第1名在這裡 第3名 第2名 OK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最後的排名 看到的結果 長得像這樣子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該怎麼做 不過這個地方的話 不是用那個 自己改格式的 而是用那個 設定格式法條件 OK 試一下好了 這個地方 記得 插入 統計裡面的這個 第2 他自己的 這個範圍 記得按什麼 F4 0.0 OK 怎麼樣在這個地方加個格式 比如說第1名 按右 本來是E嘛 要怎麼樣把它變成 第1名 你會發現 奇怪 裡面 他原來也是E 有一個 有一個 感谢观看